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各種不同的自拍攝影燈 那像是有圓形的啊 然後有棒狀形的 然後有口袋燈型 小小燈型的 反正我們就要來開箱這種攝影自拍燈 那我們今天從燈光開始 那因為今天我們要拍攝的是自拍燈 所以我們今天打光就是簡單一點 我想要用一個600D加上F10 Fresnel 直接往天空上打 就是照射白色天花板 讓整個是柔光了下來 然後也不用太多裝飾 就是一個自然的柔光下來 這樣就好 好啦我們直接來架燈 OK那我們成功的把我們的AFTRA 600D PRO給它架起來 那我們直接用F10 Fresnel直接往天花板照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強而有力的 點光而且是柔和的光線 就看起來超漂亮 那上面是用黑鋁箔吧 把一些露光遮起來 那個是我們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用攝影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攝影想要玩一點不一樣 那我們一樣用我們的BMPCC 然後下面我們裝的是Arca Swiss的快拆板 所以我們可以快速從我們的矮角換到我們的高角上面 所以我們就有高低兩種不同的鏡位 或者是有更多不同的鏡位 因為我們每一顆鏡頭講完一句話 我們就換一個鏡位 然後我們也會喬一下不同的角度 就是讓畫面更多元 然後更豐富這樣子 那我們的麥克風呢 就直接放在機頂上面 因為我們待會講話 跟攝影機的距離應該都會很近很近 所以就直接放在機頂 然後我們接上外接的錄音機 因為我們待會也可能會用手機來示範 因為我們要拍攝的都是像這種 手機自拍的 或者是網路攝影機自拍的小小攝影燈 所以變成我們想要用手機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欸到底看起來 拍起來會有哪些效果 就是我不一定要拿很貴的攝影機 我用手機也可以拍出好效果 但我也不知道 就看這些燈 這六盞燈到底給不給力 好啦 那我們的攝影機定位 那我們的商品也全部定位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拍攝囉 OK 那我們就已經拍完一部分的開箱影片 那變成我想要測試一下它的亮度 還有它的顏色的品質 所以我們可能要進電腦之後 然後明天再完成這整支影片 那我最終的完成影片 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的日常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sucsir 總 Summers нее 果然